今天新闻要带你来看的是未完待续的科技战 先前美国害怕中国部分企业进入到美国搜集到一些数据 有疑安的疑虑 有些资安的讯息 于是就制裁中国的通讯手机企业 现在中国也不忍了要反击 先前对美国的半导体公司美光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如今有结果了 说美光在中国的销售产品是没有通过审查 对于供应链造成重大的安全风险 影响到国家安全 要求中国厂商停止采购美光的产品 那么美光唯一在中国工厂位在西安 2022年进出口总值就高达了196亿美元了 也突破历年的进出口新高 那如今中国厂商不能买美光的产品 无一就是给美国重重的一级 对此呢 这个美国也说 美国说什么呢 他说会跟盟国合作来解决市场扭曲的问题 大家就在想说 怎么会选在这个时机点公布这个讯息呢 原来最近正逢G7峰会 所以美国专家米勒就说 其实中国在利用G7峰会的机会来报复美国主要的晶片商 所以这一定不是巧合 那么中国在科技上除了半导体正在努力追赶之外 其实中国这几年把重心放在另外一个科技厂 就是太空 那中国现在研发跟TESA创办人马斯克的新链可以抗衡的卫星网络 那么研发一次发射可以部署多达60颗的卫星火箭 也要把这个发展卫星宽屏列入新基础的一些设施计划里面 那么中国目前有700多颗的卫星在轨道上运行 大部分都是由军方发射 专家说这个目的是要用来追踪美国军事部署 那么当然也有30颗卫星构成的北斗系统 这是在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中国版本 那么在在都牵动着一个国家的咨询安全 所以上海的澎湃新闻报道说 其实中国有很多地方公安都要求家长 要卸载小孩手机的一些密疗软体 包括有这个密疗猫啊 还有Telegram啊 以及Twitter跟WhatsApp都是黑名单 蛮多都是美国企业的这个开发聊天软体嘛 那么中国公安对外说法说 这是要防堵诈骗 不过有外国媒体认为说 这是中国言论上的最新管控的行为 MING PAO CANADA